这部片大概它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车子上 有一点像公路电影 那透过这样的公路电影 它来回忆它的人生跟它的过往 或者是未来 或者想象未来 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知道说这个片子到底是 什么地方是真实的 什么地方是想象的 这里头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虚实 那这种虚实其实也是一种 所谓理性跟感性之间 在交错或者挣扎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片 推荐给大家喜欢艺术电影的朋友 是一部电影吗 是 我走过 我想看妈妈 当我们离开一旅程 它要花时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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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孩子在动 一孩子在笑 一孩子在走 一孩子在做一千天 一孩子在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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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六个月 然后六个月 然后你让你让你走 你给你打开 你打开 你打开 我不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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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feel like left-ting 她是很漂亮的車 我做什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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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今天 我愛你今天 I feel like left-ting 你不能永遠留在小孩 I feel like left-ting 你最終的時刻有關於他們的 Hey Hey